作者 程九 后期 鬼不语 第859集 连姬云开都觉得纪大人可怜 同位男人的萧九安就更不用提了 在谷主夫人那件事情上 纪大人确实做得不够好 没有一个男人该有的担当 也辜负了谷主夫人的深情 但站在士大夫的立场 纪大人做得并没有错 要不是云家与谷主夫人欺瞒在先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只能说造化弄人 好好一对夫妻 硬是被世俗和家族给毁了 而纪夫人给纪大人连带三顶绿帽子的事 纪大人真的很倒霉 纪大人对不起纪云开 对不起谷主夫人 但绝对没有对不起纪夫人 没有对不起纪兰 纪星和纪宁 偏偏后面三人给了他致命一击 谷主夫人是不是故意在这个时候 写信给我父亲的 这封信来得太巧了 纪云开猜测这里面必然有凤旗的手笔 没有凤旗通风报信 远在天一谷的谷主夫人 怎么可能知晓京城的事 必然是的 不然早就写了 真要原谅就不会特意写信告知 这封信无疑给纪大人致命一击 也给了云家致命一击 纪大人现在在官场上确实没有前途可言 可他围观多年 且又是两代帝王的心腹 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看不见的权利 云家坑害他至此 记得人要是肯放过云家 那才有鬼 可惜 替我那父亲的性子 必然会本着家丑不外扬的原则 私下处理此事 这么大的人 记得人丢得起 记家丢不起 私下处理才好 真要公开了 云家做好了准备 记得人根本奈何不了云家 云家在江南的势力不弱 如果双方公开决裂 云家大不了不来京城 纪大人能奈他何 被你坑了一把的云家 还有还手之力 纪云开伸手 在萧九安的胸膛上戳了戳 一副嫌弃的样子 别以为他不知道 云家用纪大人名义 借的五百万两银子 用在了哪里 海上生意利润极大 武家与胡家这几年 在海上赚得盆满钵满 云家早就眼红了 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参与 现在武家与胡家松口 允云家参股 云家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云家这几年生意扑得极大 前不久在燕北又损失巨大 最近手上没有现银 只能借银子参与 在云家看来 这趟生意他们至少要翻几倍 甚至数十倍的赚 但纪云开却知道 云家这笔生意 会亏得连姓什么都不知道 暖东打听的 海上生意那事 他记得他没有告诉纪云开 毕竟是凤琪出了主力 他才不要现在就让纪云开知道呢 反正等事情有结果了 纪云开自然就会知道 他最近一步也没有外出 除了暖东 还有谁会给他带消息 他现在越来越有本事了 连本王身边的人也能讨话 萧九弯加重了 搂着季云开的力道 浑身都散发着 本王不高兴的气息 海上那件事 知道的 除了参与的人外 就只有他的暗卫 很明显暖东就是从暗卫那里 打听到的消息 能让他的暗卫松口 可见暖东的本事 他在考虑要不要把暗卫换了 刚起了这个念头 就听到纪云开道 不许触罚你的暗卫 他会告诉暖东 那是因为我 你要是敢处罚他 或者换了他 以后我打探消息的时候 找谁劝 要换作以前 纪云开 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甚至他就算 私下打探到了消息 也不会让萧九弯知晓 但现在 他却能理直气壮地 在萧九弯身边安插人 还能霸道地 不容他拒绝 好吧 你说了算 萧九弯无奈地点头 就差没有在脸上写 真拿你没有办法几个字 我说了算的话 现在 松手 我要睡觉 啊 季云开打了个哈欠 眼角还挤了几滴泪 显然是真困了 又睡 你中午不是睡了一个时辰吗 起来不到一个时辰又要睡 这真的正常吗 你不会生病了吧 本王让凤琪过来给你看看 萧九弯一脸担心 这个时候也顾不得 他有多讨厌让凤琪来见季云开了 没病 就是养这些被你害死的花花草草 累了 休息几天就好 季云开一边打哈欠一边说话 最后更是直接趴在萧九弯胸膛上 一副懒得起来的样子 那别养了 反正死不了 死了 本王就再让人中一瓶 萧九弯知道季云开异能耗尽 会特别不舒服 也会特别适睡 当下安心了许多 你离他们远一点 我就不用这么来 季云开靠在萧九弯的怀里 声音明显带着困意 好似随时都要睡着一样 萧九弯满头黑线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合着又是她的错 待到萧九弯再想说的时候 发现季云开已经睡着了 就这么趴在他身上睡着了 毫不设防 真是 我还没有告诉你 记得人想见你呢 看着季云开安心的睡颜 低下头吻了吻季云开的发顶 轻轻地将人抱回房间 整个过程 季云开完全没有醒来的迹象 这是泪成什么样了 虽有季云开的解释 萧九弯仍旧无法安心 略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问一问凤席 有事相求 事关季云开 萧九弯也没有耐心在府上等 直接去了凤府 萧九弯微服而来 凤府的下人看到燕北王亲林 惊得眼睛都瞪大了 连忙派人去通报 又殷勤地把萧九弯请入花厅 萧九弯神情冷漠 连个眼神也没有给凤家的下人 步入凤家如同走进自家的后花园 霸气而从容 凤家的下人也是见过了世面的 可仍旧被萧九弯惊得不敢出声 凤其听到下人的通报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萧九弯要找他 什么时候需要他本人亲自过来了 从来都是让属下给他带个消息 让他上门的 这一次萧九弯亲自找过来 莫不是出什么事了 凤其引诱不安 但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步子迈得比平时更快更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